苗栗縣的舊山縣鐵道自行車 在颱風過境期間 只有靈性的枯木和樹幹掉落 業者迅速清理之後 三條路線在26號下午恢復營運 週末就迎來1500位的遊客到訪 另外2024苗栗通宵沙雕藝術節 今天也重新開放 15座沙雕作品 因為有環保礁的保護 挺過風雨的考驗 幾乎沒有損壞 台風遠離後的週末 天氣放晴苗栗舊山縣鐵道自行車 湧入大批民眾 把乘車月台擠得是水系不通 大嫂朋友在聽完宣導後 群都心高采烈等不及上車 要來趟舊山縣鐵道之旅 凱米台風這回衝擊台灣 鐵道自行車業者超前部署 除了將鐵道自行車以鐵鏈固定 隧道內外容易掉落的物品和樹枝 也詳細清理 果然颱風離開後 只有沿線兩側有枯枝樹葉 快速清理後 26號下午就全線恢復通行 三條路線 今天的搭乘力已經突破1500個人 而除了舊山縣領海景點 也來了大批人潮 2024通宵沙雕藝術節 28號重新開放 15座沙雕作品 因為塗上環保礁 順利挺過風雨考驗 幾乎看不到任何被颱風 摧殘過的痕跡 颱風過後還可以這樣子 很不容易 很厲害 這颱風這樣子用都不會有個 壞掉的感覺這樣子 民眾除了可以看沙雕 看到寶 還有親子區可以進行玩沙 以及細水設施 玩水銷售 解章心結 苗栗 差不多 搭习